去把白素贞对他们使用水漫金山吧 我今天说什么也要出去 当助白蛇夫妇团聚 兄弟们我教你们啊 对付这种关卡 最重要的就是观察力 画面主体有四个人 小青 白素贞 法海 和许仙 在将这位人物结合到观察的名字当中 最后得出结论 咱们本关的任务 就让许仙和白素贞团聚 你这不是废话吗 总之啊 咱们得想办法 把这俩人给弄一块啊 毕竟咱们的白素贞姐姐这么漂亮 法海呢 直接将雷锋塔改造成了爬行动物馆 收费让游客观看 这好吗 这不好 所以呢 我想了几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呢 是想办法让白素贞自救 去把白素贞 对他们使用水漫金山吧 我今天 说什么也要出去 我小心劲势大了 我的个贵贵 牛呀 听说法海了 连许仙跟小青都被冲走了 那不行 重来 既然白素贞没办法自救 那我就启动第二方案 寻找周边可以互动的东西 哎 这个时候呢 就感到我一开始提到的观察力了 来 浪哥给你们先打一下 瞧 这俩人 我就觉得挺不一般的 肯定是破局的关键 大灵 你真好 每天都陪着我 啊 战役涌上来了 秀恩爱 哎 不是 许仙大哥 您别急眼啊 看到别的情侣秀恩爱 你也不能急成这样啊 这不 又失败了吧 哎 兄弟们 你们觉得我还能通关吗 觉得能的扣一 不能的扣二 千万要多发点一啊 鼓励鼓励当过我吧 好 这后面情侣是陷阱的话 哎 可能许仙包里 有什么有用的东西啊 咱们来看看啊 雷锋塔一日游 批湖连票 还有这种票呢 跳过期了 这老头 明显是不让许仙 靠近白苏珍边的瞎话 来 让咱们看看包里 还有别的没有 熊黄 这东西可不信戴啊 毕竟白苏珍是条蛇 碰了熊黄 怕不是原形毕露了 哈喽 我这个蛇了 不行不行 看看第三个道具 叶明珠 这是干啥的 放到雷锋塔上面 可是有啥用呢 娘子 枪狗 哎呀呀 别好了别好了 我再想办法了 发海我不懂爱 遇到妖怪我抓回来 好家伙 这个发海 为了打扰我的思路 直接开启了声波攻击 高手 绝对是个高手啊 不过呢 我已经想明白怎么搞了 瞧 这个月亮是可以旋转的 将月亮的残缺呢 对准上方 形成一个大卵的形状 然后呢 再等下面两只鸭子 贴在一起 老子是天的 哎呀 是啥都无所谓 将两只鸭子贴贴 产生的爱心呢 相线到月亮上 最后就形成了这个形状 这还没完呢 点击下这个月亮 月兔呢 会突然探出一个兔头来 不过咱们本期啊 不是研究这个兔头怎么做好吃 这个兔子呢 可是有大用的 点击一叶明珠 让光线呢 照着月亮上 照出蝙蝠侠的标志 一只大蝙蝠 直接咔咔咔的就飞过来 用着许元的脖子 就是一大口 哇 瞧着许元的表情 也挺享受的啊 被蝙蝠咬过的许仙呢 变成了传统的叙叙鬼 这下法还得积耳了吧 哎 妖怪 哪里跑 好 许仙也被法案收走了 小光 原来你也是妖怪 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 一段结局是 他们俩都被关闲了 但最起码 也算是团聚了吧 好的 任务啊 圆满完成 好 好 好